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H&N 對呀! 今天我想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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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 你看看你手上的紙牌 這個我認識的 這是Café 這個T-R-O-I-S 我猜是法文 Trois 嘩! 這麼聰明! 果然是唱得多法文 Trois Cafe 其實是甚麼? Café 三Café 哦! 明白! 那我們今天要講甚麼呢? 我最近留意到很多Café的名字 都不是中文名字 是啊! 是呀! 不僅不是中文 又不是英文 又不是... 即是甚麼文都有 的確是甚麼都有 意大利文、法文 好像沒見過德文 又是呀! 其實跟樓浦的名字很相似 即是你留意到德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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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點的 我暫時未見過 即是西班牙文也見過 即是西班牙文也見過 或是有些奇妮 例如最近有一個LP10的 即是人家第十期而已 即是呀! 那我先講這個吧! 第二個呢! 這個我認得的 應該不是法文 我覺得是意大利文 應該是呀! 是Artista Perfe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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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也是一間 我很喜歡他的Café 其實去哪裏? 在銅鑼灣 哦! 哦! 接著這個呢! 很長的! 應該是法文來的 應該是 Le Salon de Té de Joël Robuchon 哇! OK! 有進步 Le Salon de Té 即是T Salon De Joël Robuchon Hobuchon 對! Hobuchon 這是日文來的吧! 是的! OK呀! 法文進步了 當然啦! 是的! 那我就發現很多 很多 Café Dé Moet Café Dé Moet 除了那些 奇怪的文字之外 Café Dé Moet 就很多 那說起來好像真的 例如有一個我最 最最最最最 覺得很神奇的例子 就是 大家樂 是的!其實大家樂 可能大家都 見運見熟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它的英文名字 其實 是不是英文名字 它是Café de Coral 我一看就覺得 Café de Coral 即是Coral 即是Coral C-O-R-A-L Café de Coral 哇!是法文 然後呢 還有中環那間 叫做Café d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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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是法文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它 原來大家都來的 真的 是 吃豬扒飯而已 一個豬扒飯 對 所以 原來 我不知道是大家 受到它的啟發 還是怎樣 所以有很多Café de 什麼 例如呢 有Café de Jago 即是大渣哥 現在最新開了一間 即幾間 和劉溫最新開了一間 其實都是Café de Jago 對 Café de人名 所以我們找到Café de Tiffany 在哪裏呢 在上水 在哪裏呢 那我猜到 玩娘應該是叫Tiffany 可能是 老闆娘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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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的老婆呢 都可以 都可以 政治正確定之間 有Café 有些我發現是錯文法的 怎麼錯文法呢 例如Café de Itamomo 我就是什麼 首先 Itamomo 對 不知什麼文 好像Ita 我中文名叫什麼 它就是意大利 都是快餐 都是茶餐廳 其實 Itamomo 我感覺到 有些是日文感覺的 但它不是 它不是吃日本的 為何我是文化錯誤呢 因為Café de 之後 如果跟一個詞語 就應該Café dita momo 不會Café de 就是Itamomo 沒有一個E 變成Apostrophe 對 就是所謂的 Liaison 不是 又不是叫Liaison 不是 這些不是叫Liaison 這些真的是Apostrophe 明白 總之 Café de Itamomo 是錯的 是Café dita momo 就是如果 雖然本身Itamomo 不是一種字 就算以太文也是 不只是法文 還有沒有其他例子呢 錯文法 這些算不算錯文法 Café de Kitten 我想 簡直是一個 中 不是中 是一個混合的語法 對 沒錯 Café 如果它沒有了the 也可以 因為Café本身已經 English size 因為Café本身 其實在法文是有一個Action 但是英文化了 就是Café shop 咖啡不一定是法文 現在英文都可以用 那就沒有了那個Action 如果它想Café Kitten 就沒有問題 但是Café de 我就覺得是法文 但是它又變成Kitten 就覺得很搞笑 還有很多例子 就是Café de Beans 都明白的 去Café喝Café 有些咖啡豆 而且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很有趣 叫做Café de Car 是 汽車 但是它 它的賣點就是一邊喝咖啡 一邊看洗車 哈哈哈哈 很牙筋 是的 所以 我想除了它的名字 就是Creative之外 本身的店也很Creative 也是的 現在也有些Café 比如說洗衣服 你一邊洗衣服 比如說你拿了衣服去洗 然後你就去喝咖啡 所以我想都是同一個意念 因為你洗車的時候要等 等著做什麼好呢 那就喝杯飲料 另外一間我們經常去吃的 是 附近叫做Café de Idea 哈哈 也叫做創意廚廣 是 中文名 是的 Café de Idea Idea本身也是英文 但是其實如果吃液的話 不是應該是Café de Creativity嗎 創意廚房 是的 那廚房也不可以Café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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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Creativity 不是Kitchen de Creativity 是的 Creative Kitchen 不是 所以隨便 所以我覺得也是和大家有些關係 因為大家就把Café變成茶餐廳 所以大家都覺得 咖啡拿來做名字也可以 另外還有些什麼呢 特別的Café 啊 前陣子 現在好像撿了一粒 有一間叫Café de Paris 就是巴黎咖啡 但是從韓國 嗯 哈哈 地名很複雜 很混亂 這間餐廳就不是Café來的 吃甜品而已 就是士多啤梨 加糖霜就收你整塊水 地名已經很混亂 然後Café又要再混亂你多一鍋 雙重混亂 厲害 所以撿了一粒 哈哈 雖然好像還是很出名的 在韓國 但是香港就 我看到那間撿了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店 嗯嗯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這間的話 真的不妨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去親身 看看究竟有多混亂 還有它那些東西可不可以吃的 哈哈哈哈 變成私食 是的 如果大家看到什麼特別的餐廳名 店名啊 店名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看我們一起研究一下怎麼讀 好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